李家超啟程到北京述职是上任以来第一次 内地新增超过3000宗新冠病毒本地及诊 广东占过天族 大家好 我是容家瑶 一个女人2020年反修例示威期间 协助吉祥警员的男友买机票离开香港 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罪成判囚12个月 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背景报告正面 不涉及威胁手段或用武器来意图妨碍司法公正 被告只是在案发当日犯案 并非长时间以阅计的周长计划 也都没有参与有意图伤人 犯案是基于和黄君华的情侣关系 并非收受利益协助素未谋面的人 也都不是基于自身恶意 而即使没有被告协助 黄君华自己都能够搜寻和购买机票 被告的关键性低 区域法院法官姚芬志说被告协助搜寻航班资料 必然是知识男友犯案和打算逃离 他的男朋友干犯的是有意图伤人罪属于严重罪行 如果不是警方当晚执法 在被告协助下男友定必已经来港逃离法网 司法公义不能够执行 参考案例 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 可以以18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 考虑到被告并非有预谋 角色也都不是关键 以15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 而被告背景报告正面又承认案情 减刑到判囚12个月 至于被告男朋友黄君华 因为伤人和暴动罪 早前已经被判囚5年正式服刑 母线电视机仔林俊天必斗 12港人案其中一个被告 郑子豪就判囚刑期上诉 获准保释后审 郑子豪被控2019年 在湾仔一个单位里面 管有汽油弹原材料 和半制成的汽油弹等等 在区域法院被判囚28个月 原审法官由德康判刑之后说 不知道郑子豪涉及12港人案 妨碍司法公正控罪 已经服刑10个月 否则会扣减刑期到21个月 郑子豪就刑期上诉 上诉庭法官彭伟昌说 如果刑期是21个月 郑子豪明年3月就会刑满释放 但上诉许可聆讯明年4月才进行 避免出现不公 批准他以2万元现金保释 需要交出旅游证件 不得来说 行政长官李家超 举程到北京述职 会向领导人反映港人 希望免检疫通关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 通关在望 呼吁做好准备 避免正式通关的时候出现运营 行政长官李家超 展开第一次述职 逃留在北京四日期间 预料会分别获得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国务院总理李一强接见 回报香港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预计也会和港澳办等官员会面 李家超日前说 会向领导人如实地反映 香港市民希望和内地 尽快免检疫通关的诉求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同日也去北京 准备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他说相信通关在望 看到各方面的消息传 过来都是 似乎各样工作都在准备 我希望通关前席 做好准备工作 以免因为一通的时候 可能会很多人想 同一时间去的时候 如果出现一些混乱就不好了 所以我希望安排妥当一些 要安全有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27号 去到30号会举行会议 特区政府就海外律师 能不能够参与港区国安法案件 提醒释法 谭耀宗就说 仍然没有涉及香港的议程 谭耀宗说如果真的有需要 释法是应该同可行 也都符合基本法 他又说黎智英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明年9月才开審 不急于在短时间内作决定 无线电视机者中策器报导 内地新增3049宗新冠病毒本地确诊 上海有社区医院发烧求诊的人 近日急增14倍 新增的本地病例中 广东1171宗 北京544宗 另外经当局核实 取消北京早前通报的一宗死亡病例 根据国家最新公布 除了新冠病毒引致的肺炎 或者呼吸衰竭外 其他都不纳入新冠死亡个案 至于新增108宗本地病例的上海 即日起医疗机构门诊报 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引营民族需求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近2600间发热诊治室已经启用 每日最多为8万人次看病 在葡萄区这间社区医院 发热求诊的人近日急增14倍 根据当局规定 各级医疗机构要按病情轻重 治疗难易度 分级治疗发烧的患者 社区医院就主要负责治疗轻症个案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 中国的新冠疫情再次升温 现在宣布结束疫情紧急状态是违时过早 美国当局重新关注中国疫情 说愿意和中国分享疫苗应对 中方就说根据疫情出现的新变化 当局正是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近三年前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而总干事谭德塞上星期说 明年有望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不过中国的疫情可能令全球结束疫情紧急状态出现变数 中国早前放宽防疫措施之后 路透社引述专家预测 当地可能面临疫情大爆发 明年可能有过百万人染疫死亡 负责向世卫就疫情紧急状态提供建议的荷兰病毒学家科普曼斯指出 全球疫情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 但中国的疫情存在变数 质疑当全球其中一个重要区域 才刚刚要真正进入第二波疫情的时候 能不能够宣布进入后疫情时代 美国国务院就重新关注中国的疫情 说愿意和中国分享疫苗应对 指出中国的疫情受控 对国际社会持续经济复苏很重要 在北京 外交部说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政府制定最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防疫政策 根据疫情出现的新变化 中方正不断优化防控措施 确保更好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 外交部说相信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 团结应对之下 一定能够迎来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新阶段 中方也都愿意继续和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共同应对疫情挑战 无线的事记者梁永山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 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 讨论到乌克兰局势 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梅德韦杰夫会面 习近平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速谈 希望有关国方保持理性克制 开展全面对话 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安全领域共同关切 习近平又说 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将新时代中俄关系 不断推向前进 共同推动全球治理 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梅德韦杰夫就说 乌克兰危机事出有因十分复杂 俄罗斯愿意通过和谈解决问题 他向习近平转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信件 并且转达普京的文后 先让食一阵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日元汇价经过星期二急升之后 在亚洲市回转 但有分析就认为日元升势持续 日本央行出乎预期放宽国债收益率范围 日元周二急升高见过大约130兑1美元的超过四个月高位 周三在亚洲市稍微回软 有分析认为日元中短期升势会持续 预计会升至120兑1美元才会有阻力 有意出行的市民可以分批兑换 日本经济再深担当大臣后藤茂之和 央行的决定并不是意味调整 或者是退出货币宽松政策 另外日本央行宣布一项计划以外的买债操作 包括救入三至五年期和五至十年期的国债 各自涉及一千亿日元 高盛预期 央行下一步或者会取消负利率 认为央行强调要增强日本国债市场作用的必要性 富瑞就说 日本央行的行动出乎市场预期 但实际上美元疲弱 和美国十年期国债知识率在四厘以下 令到日本央行更容易实施相关的措施 母亲电视机站吴杰晶背斗 信保局说环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 提醒本港出口商训防出口防胀风险 信保局说 持续和扩大的通胀压力 令全球经济继续面临严峻挑战 欧美经济衰退风险也不断上升 加上当地消费者对节日的消费比较谨慎 认为本港出口商需要留意买家破产 或者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 预计明年付款困难个案或者会持续上升 出口商进行交易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 时刻留意买家的信用风险以及付款的情况 审慎管理放涨风险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 政府今年发行第一批零售绿债之后 未来五年会继续发行 并且计划将发行量扩大五倍 今年五月我们第一次发行什么呢 绿色零售债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 未来五年我们在绿色债券的发行量 会比之前那五年大五倍的 所以这方面政府会继续努力 让市民可以都为整个社会走向低碳做贡献 第二更加想它也得到当中一些经济发展的益处 令整个社会更加支持USG 更加支持香港和整个世界走向低碳的社会 大市成交缩紧 港股升不够一百点 加码美股中止四年跌 加上美国两年期和五年期国债先息转弱 行市高开96点 升幅扩大至超过100点之后 跟随内地股市掉头回落 指数近中五再重拾升势 但在缺乏成交之下 大部分时间升不够一百点 售事部一万九千一百六十点 升六十五点 成交六百九十二亿 见十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指数方面在年底之前仍然是会受制住两百点的关口 后续仍然都要来议内地疫情的发展和防疫政策的优化的进程 另外就是美国方面通胀的数据仍然都是市场比较关注的地方 虽然预期内地网上广告将会恢复增长 其中获看好的微博升超过半成 另一获看好的不理不理升超过百分之三 人民日报报导 有药厂症24小时轮斑加速生产解热止痛药物 又说一场药品暴供的攻坚战已经全面打响 报导中提及的山东新华制药升超过半成 药监局将会加强新冠药物应急审批 研发及生产传染病药物的腾胜博药升超过百分之九 Nike上季度收入好过市场预期 为Nike代工的新州国际升超过百分之六 另一代工生产商预员也都升超过半成 至于Nike的经销商偷博升超过百分之三 美国短债息回落 现货金从上会安市1800美元 黄金及贵金属股做好 肖金升超过百分之四 至今升超过百分之三 无线电视记者随着报导 看下最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腾讯控股升1.6 盈富基金升8仙 阿里巴巴升4号 恒生中国企业升4仙 美团跌1.3 邮邦保险跌3号5仙 南方恒生科技升3仙2 中国平安升7号5仙 京东集团跌1.4 快售升2号 再看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7号5仙 然后帮保险跌3号5仙 中国移动升4号 港交所升2.8 香港中华煤气跌1号2仙 恒生科技指数升28点 报4,024点 看下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34点 法国Kat指数升61点 德国Dex数升94点 其他新闻 本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回升 多50个患者离世 创8个月以来新高 16953宗新增个案 本地病例占15971宗 31间安劳和残疾院舍 一共46个院友和7个员工染疫 有68个院友列为无许接触者 713间学校 情报1868中阳性个案 39间学校 一共42班因为有聚集个案 要暂停5日面受货 本地病例当中 新增5宗XBB 同一宗BF.7变异株个案 而BQ.1.1亚系就多2宗 多50个患者离世 在4月中以来新高 第五波疫情 累计11,080人死亡 全港所有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 在圣诞和元旦期间继续开放 不过会调整开放时间 平安夜即是星期六到下星期二 以及今个月31号到下个月2号 服务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其中室内或者有盖的社区检测中心 下午1点半到2点关闭半个小时 做深层清洁和消毒 李家超启程去到北京述职 是上任以来的第一次 海关破获梁中卷洋船首先案 除了常见的贵价食材和红酒 还有7万张的黑胶唱片 胶袋征费今个月31号起 加到一元 到时急凍食品胶袋都要收费 大家好,我是周贺恩 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去到北京述职 会向领导人反映 港人希望免检疫通关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通关在望 呼吁做好准备 避免正式通关的时候出现混乱 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次述职 逮留在北京四日期间 预料会分别获得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国务院总理李一强接见 回报香港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预计也会和港澳办等官员会面 李家超日前说会向领导人如实地反映 香港市民希望和内地尽快免检疫通关的诉求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同日也去北京 准备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他说相信通关在望 看到各方面的消息传过来 似乎各样工作都在准备 我希望通关前职做好准备工作 以免因为一通的时候 可能会很多人想同一时间去的时候 如果出现混乱就不好了 所以我希望安排妥当一些 要安全有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27号到30号会举行会议 特区政府就海外律师 能不能够参与港区国安法案件提醒释法 谭耀宗就说仍然没有涉及香港的议程 谭耀宗说如果真的有需要 释法是应该同可行 也都符合基本法 他又说黎智英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明年9月才开審 不急于在短时间之内作决定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戏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拼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其涉及的港区国安法案件辩误 律政司两度上诉被驳回 需要支付合共资过85万的纵费 黎智英早前获原重庭批准 拼用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代表抗辩 律政司反对 上诉庭11月初驳回律政司上诉 之后律政司再向上诉庭申请终审法院上诉许可 亦都被驳回 上诉庭颁布书面判辞 说没有特殊情况证明 Tim Owen一方需要聘请四个大律师 处理两宗案件 只是批准两个大状的纵费 评定律政司需要支付85万多的纵费 四人被控在2019年理大冲突期间 在尖沙咀非法集结等罪成 判囚15至24个月 法官批评他们声称为了救学生或者年轻人 是扭曲正义 形容行为近乎是戀同僻 区域法院法官念锦雄在判刑的时候说 当日科学馆又大约200人聚集 附近酒店和办公室临立 已经影响交通和其他人上班 全部被告都说希望协助救出 理大校园里面的学生或者年轻人 但年轻不是什么成就 只是一个阶段 批评四个被告盲目地崇拜他们的青春 行为近乎戀同僻 即是会加强年轻人的冲动 助长非法行为 被告只顾立场 不理是非的行为 实际是扭曲正义 为暴力升级推波助澜 法庭判刑要惩罚并且如意打击 其中三个被告 自以为出自一片好心 良好的背景 不是有力的求情理由 判入狱24个月 另外一个被告邓卓瑜 报称是记者 当时身上高有索带 雷借笔和刀等等 法官说他是用作对抗警方 判囚15个月 指脱罪的罗健熙 律政司已经提出上诉 他被没收旅游证件 禁止离开香港 保鲜电视记者中卓熙报导 海关破获两宗远洋船走私案 检获约值2亿的货物 除了常见走私的贵价食材和红酒 还有7万张的黑胶唱片 拉了5个人 检获的怀疑走私货物 包括如次等贵价食材 也都有红酒 名牌手袋 电子产品等等 海关10月的时候 发现有走私集团 利用远洋船走私 经过情报分析和调查之后 先后搜查葵清货柜码头 两艘潜往上海的远洋船 在第一艘船上面 发现4个货柜 部星运载廉价胶粒原粒 海关对于利用高昂成本 运送廉价材料有怀疑 经过X光检查 发现里面藏有胶粒 在搜查之后 发现有大块的黑布 遮掩大量走私货品 海关第二天再检查 另一艘属于同一船公司的远洋船 在其中5个货柜 找到大量海味、化粧品等等 相信全部是走私到内地 总值2亿 试验逃税达到1亿3千万 走私集团看尽这个时机 赶在新年前 团货已认内地的需求 内地市民开始准备办年货过年 因此对贵价的海味 也有一定的需求 但因为疫情的所限 他们不能够来到香港购物 检卧的走私货物 刊见发现7万张黑胶唱片 主要是古典音乐 总值2千2百万 为什么今次会走私这么大批黑胶唱片往内地呢 我们相信黑胶唱片近年在内地再次放弃这个月潮 而事实上内地有很多专门播黑胶唱片的咖啡店 所以内地有很多对于黑胶唱片的需求 行动里面拉了5名38至54岁的男人 部分人是副货公司董事 海关又说 随着疫情缓和相信不法分子走私的途径会再次改变 会继续透过情报和风险管理全方位预判 报线电视机车 吴嘉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少时适应的就是一些冷冻的食品 例如大家可能买一些牛奶 很多人已经很容易就摆个袋子就放进去 将来这个袋子就收钱 当然每次变动 大家就已经有少适应期了 今天我拿得 明天又不能拿得 总共有这些东西 所以一个月的宽限期 其实主要我们都想给大家适应一下 同时我正确都说了 如果习惯经常去买东西的 你今天第一次你不知道 那你下次其实你都会知道 以后社转转下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荃湾和南区的关外队首阶段轮选 即日起接受报名 18区关外队是施政报告 公布支援政府地区工作的措施之一 政府将18区划分成多个小区 设立关外队 其中荃湾和南区分别有19和17个小区 申请人需要在申请表声明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并声明并没有从事可能导致或者构成违反港区国安法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等 新部团体和所有负责人也都要申请 是否与任何外国或者台湾政治性组织有联系 或者有接受有关组织的资助 港交所上市主管陈契婷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指出 内地和香港股票互联互通 扩大股票纳入范围 将会增加本港市场的吸引力 又说有信心 今年新股市场将会明显好转 中证监和香港证监会日前公布 同意进一步扩大股票互联互通的纳入范围 包括在香港主要上市的外国公司 只要符合资格 逆后都有机会获纳入港股通的名单 给内地投资者参与买卖 港交所上市主管陈契婷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 有关安排对两地股市来说是一个新突破 亦有助增加香港作为上市地的吸引力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利好的突破 因为我们是一个唯一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的机制 令到一些外国的公司来香港上市之后 它就有一个渠道去接触到国内千千万万的投资者 而且国内的市场很大 所以我想这个对外国公司在最后去选择 究竟在哪一个地方上市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在新冠疫情和金融市况波动之下 今年本港新股市场 无论在数量和集资额都有所回落 全球排名也都未必能够重返三甲位置 陈契婷说 今年全球市况面对严峻挑战 但认为香港具有自身的人性 有信心春年将会好转 首先很难以一两年的表现去评判一个市场 究竟做得好不好 更多可能是要看一个长期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银性 所以就说一旦市场它回暖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集资中心 因为有一个很长很悠久的历史 可以令到企业在这里 可以很成功地做到他们的集资活动 我想这个明年 随着市况有改善的话 我自己的信心很大 陈契婷说 除了内地市场 港交所也会在东南亚 中东和欧美等地 积极进行市场推广 好像今个星期初就宣布 在纽约开设办事处 而为了简化和数码化新股上市的程序 港交所春年中 也都会推出全新平台FINI 务求将目前招股T加5的结算程序 缩短至T加2 现在我们在做的是 同一些市场参与者 在做一些热身的工作 我们会给他们一些 很充分的一些资讯 解释给他们听 这个FINI最后的运作是会怎么样的 将来就可以在这个FINI平台 做他们IP交收 这个是进行得挺顺利的 我们预计明年 希望在年中可以推出来 另外港交所早前完成 针对特专科技公司上市规定的市场咨询 陈奕霆说市场反应踊跃 如果明年能够落实有关的上市安排 将会有望进一步 推动本港新股市场的表现 无线电视记者盧培音报道 国家发改委说必要时会调节储备 稳定生猪价格 针对近期内地生猪价格过快下跌 发改委说主要受到猪肉消费比往年偏弱 年底生猪供应增加等的因素影响 将会继续关注市场供需和价格动态 必要时采取收储等的储备调节措施 促进生猪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当前国内生猪产能 处于总体合理区间 不存在产能过程 市场消费偏弱是暂时性 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经营节奏 不恐慌性出难 保持生猪产能基本稳定 今天是中澳建交50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澳洲总督 总理汇智赫电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接见到访的澳洲外长王金言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庆祝中澳建交50周年的 何电入面指出 中澳建交以来各领域 无实合作取得风石成果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亦有利亚太地区 以及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 习近平又说 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 愿同澳方坚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原则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 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澳洲总督克尔利就说 50年前的历史性决定 为两国都带来增长和机遇 未来将自力遵循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本住互专互利精神 和中国发展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也都和澳洲总理 亚尔巴内塞胡志赫电 李克强说 希望中澳深化各领域交流和合作 共同推动中澳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亚尔巴内塞也都表明 期待继续和中方 在互专互利基础上 推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一步发展 而访华的澳洲外长黄英言 和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会晤 为亚尔巴内塞 明年访问北京铺路 也都希望重启每年一次的 中澳领袖峰会 以及定期举行中澳贸易对话 澳洲传媒报道 两人会面大约90分钟 黄英言提出希望中国撤销 对总值200亿澳元的澳洲商品 实施的贸易制裁 并提到中方拘押的 两个澳洲籍公民 记者成雷和作家杨恒均 黄毅就说近年中澳关系 面临困难和障碍 是两国不愿意见到 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珊报道 期待